牢牢的把握今天,创造美好明天,长得漂亮是优势,活得漂亮是本事,生年不再来,因日难再沉,即时当年里,岁月不等人,毛毛虫所谓的末日,恰恰就是蝴蝶破茧而出充满阳光的时刻,同向梦想的路上迪却有一道高桥,但它只阻挡不够热爱的人。 喜欢一个人,会被爱到尘埃里,然后看出花来,流水再碰到了底处的地方,才把它的活力解放,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,但我是子汉爱你说话的权利,早晚有一天你的名字出现在我家的户口本上,伤心有时是一种动力,失望有时是一种解脱,迟迷不悟有时是一种谋略, 世上所有美好的感情加在一起,也抵不上一种高尚的行动,我们看错了这个世界,却说世界欺骗了我们,相信是成功的起点,坚持是成功的终点,没有遇到挫折,永远不会懂得自己的力量有多大,我喜欢读母校的书,更喜欢读母校的人,经会远比安稳重要,事业远比今天重要,未来远比今天重要, 一觉醒来,开始憧憬爱情,而爱情刚好做了场诡异的梦,阳光越强烈的地方,阴影也就越重,已是胶折,是轻则觉,以律胶折,力宠则分,人苦苦追寻的只是一个完美的梦,接近时就意味破碎,你能找到理由难过,也一定能找到理由快乐,成功的道理有千万条, 但如果意志薄弱,一切的道理都没有用,除了爱情之外,还必须找到能够使自己用双脚尖墙站在大地上的东西,成功最终属于耐心等待的人,我不喜欢戴手表,因为时间是个沉甸甸的东西,切而舍之,小目不折,切而不舍,今时可动,爱情就像两个拉着橡皮筋的人, 受伤的总是不愿意放手的那一个,路就在脚下,也无力改变终点,但却能决定脚踏出的方向,我们人这一辈子不是别人的楷模,就是别人的姐姐,美丽是危险的,像牙齿,狐鹰皮膀,有时候,生活只能是后知后觉,但却必须勇往直前,在凶猛的海浪,也会归附大海,在热烈的爱情,也会归于平静, 最重要的,就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,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,孤单不是与生俱来,而是由你爱上一个人的,在一刻开始,见想见的人,做想做的事,和不趁着青春,好好任性一番,曾经说没有你我怎么办,可是你离开后,我还是一样坚强的活着,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活多少天,而在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日子, 成功与你很近,需要再多一点点坚持,你就会尝到胜利的果实,如果能感受到简简单单的幸福,便不会再次沉迷,心小了,所以小事就变大了,心变大了,所有的大事都变小了,谁也不必再抱怨什么,毕竟自己的故事,终究要由自己去完成, 毕竟不代表沉默,有时,安静也是一种力量,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,二十三次恋是源于对于生活的极端热爱,对于细节,以及小乐主意的不断追求,不要皱眉,即使在伤心的时刻,因为你从不知道,有谁会醉心于你的笑容, 如果无知是种罪过,主原谅我过去的浮躁,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,我在爱你的状态中有多么坚强,所有真正的问题,从来不是解决掉的,而是,遗忘,责善人而交,假善书而读,传善言而听,责善行而从,人必须像天上的星星,永远很清楚地看出一切希望和愿望的火光,在地上永远不惜地燃烧着火光, 相信现在的日子是有意义的,每一刻我们都向着未知前进,生命有限,请浪费在更美好的事物上,遇之前是因,今生受者是,遇之后是火,今生做者是,人的信念一闪动,无数的恶魔是开始铁牙微笑了,人活着为了什么? 答案,一个念想,那些无法复制的浪漫,只能在回忆里慢慢变淡,人生的经历就像铅笔一样,开始很鲜,经历得多了,也就变得圆滑了,如果承受不了就会断了, 人越是得意的事情,越爱隐藏,越是痛苦的事情越爱小极大做,泪水不代表着谁的失败,微笑不意味着谁的成功,我们不能选择命运,但是我们能改变命运,爱情的杀手有时不是第三者,而是时间, 请说青蛙只吃动的东西,由此推断,天鹅不动的话,青蛙是不会打她主意的,幸福是因为你看到别人的不幸,不幸是因为你只看到别人的幸福,说到不如做到,要做就做最好,青春逃比西烟,烟在飞扬,烟灰在坠落,别掉是永恒的美德,缺心烟的话就要学会沉默,无明明之智者,无朝朝之明, 无混合之适者,无赫赫之功,人们的毅力却衡量决心的尺度,成功在优点的发挥,失败是缺点的累积,我的降落意味着我的沉默和老去,因此我不停的飞翔,想到和得到,中间还有两个字,就是要做到,时空的尽头,一件物理特性失去意义,失去只是一种姿势,得到并不等同于幸福, 自信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,缺乏自信是失败的主要原因,爱情就像是一杯美味香浓的咖啡,婚姻则是剩余咖啡渣的咖啡杯,世上无难事,只要不要绕脸,人生的上半场大不好没关系, 还有下半场,只要努力,挫折经历的太少,所以总是把一些所追的小学看得太重,别放弃那些能够让你发自内心笑的人,一条围巾围住了向你的温度,心轻如水即是货,两无千话活无边,学在苦中求,亦在心中练,不怕学问浅, 就怕志气短,人不怕辞,但是最怕不知道怎么活,成功便是战起必倒下多一次,二不可长,亦不可送,乐不可急,志不可满,这马是跑出来的,强冰是打出来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